全民瘋體育近來運動健身的人士越來越多 花蓮景分局為了強化園景的肌耐力 也培養出運動好習慣 特別集結局內同仁構思 將弦置聽射動手DIY 打造出一間專屬園景使用的 戰景工坊五星級健身房 一甩過去工部門拘景的空間設置 讓園景們都說真是太棒了 不管是要硬舉握推 還是訓練腿部肌群 該有的設備應有盡有 一旁的教練手把手帶著學員照著菜單練習 沒有說還以為這裡是私人的專業健身房 但其實這裡是花蓮景分局 那我想說其實警察人員的一個體力 特別是我們的肌耐力跟爆發力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在分局的內部呢 來建置一個專屬於警察同仁的一個專業的健身房 那希望利用這個友善的職場環境 讓我們的同仁不管是在常年訓練 或者是晴雨的時候 都可以利用我們分局的健身房來鍛鍊自己的體魄 那我相信這個在對未來職場上的一個工作都非常有幫助 花蓮景分局為了強化園景的肌耐力 也培養出運動好習慣 特別集結局內同仁構思 將閒置聽射動手DIY 打造出一間專屬園景使用的戰景工坊 五星級健身房 易水過去工部門拘景的空間設置 現場還有教官會帶著園景 除了輕裝訓練外也會安排全副武裝的高強度練習 那硬體的話我們是針對我們全身肌群都有做到 就是我們不管你是要練單關節肌群 或者是我們全身多功能性的訓練 我們都針對這個園景的需求 包括他執勤的需求來下去做設計 所以可以看到我們這個有草地跑道 我們就可以在上面做很多的 比如說像是六九剛硬舉 農夫走路或者是雪橇車這種多功能性訓練 包括戰神我們都有帶入這樣 完善的硬體設施及舒適環境 也讓園景們都大戰實在是太棒了 我是覺得設計的房子都很乾淨 然後也很舒適這樣子 而且設備其實蠻完全的 而且都會有教官來做輔助教學的動作 我覺得這樣的設置很好 然後也可以增加我們平常訓練 比較基地忽略的地方 然後在逮捕犯人的過程中 也會比較輕鬆自如這樣 因為經費有限 包括地板鋪設粉刷牆面等等 都是教官跟園景們利用晴魚時間完成 而健身器材有的是愛心企業贊助 有的則是購入二手器材 園景們即使廣義動手DIY 將原本估計要150萬的費用 最後只花了不到40萬就完成 就是希望能營造出最適性的運動環境 記者徐立晴華臉市報導 就到